先为一开始先电来关心巴西世界杯足球赛 已经进入到八强淘汰赛 今天巴西2比1击败了哥伦比亚 四强门票漂亮入带 不过森巴军团的心情却摇摆不起来 因为当家前锋内马尔因为左侧的第三脊椎骨折 提前告别了世界杯 只能将目光转向四年后 巴西对上哥伦比亚八强赛第88分钟 哥伦比亚后卫苏尼加膝盖顶到巴西前锋内马尔 内马尔痛到无法起身被担架抬出场外 巴西对队一确认伤势内马尔脊椎骨折 哥伦比亚后卫松林加赛后表示 那是一个正常的争夺 没有让他受伤的意图 只是想让他尝点苦头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 希望他情况好转 事实上正常比赛火药味浓后 哥伦比亚队的主将J罗 正常比赛被犯规六次都没有被判黄牌 或许也埋下哥伦比亚复仇的意图 桌上的内马尔是巴西队的当家球星 年仅22岁的他 年薪高达2900万欧元 仅次于梅西比希罗排名世界第三 长相阳光帅气的内马尔 也是广告界的新宠儿 耳机大厂找他拍广告 还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 本届世界杯球赛 内马尔四进球一助攻 参与了巴西十颗进球的一半 对于表示内马尔脊椎骨折必须休息四到六周 主要站立殷伤退赛 无疑是巴西队的一大恶号 新唐人感谢电视剪理报道